大家好,我是老郭,又到了老郭聊投资的时候了 在这期里我给大家讲一下 华尔街的投行专家为什么喜欢用EV eBay打 而不是用PE ratio来给股票估价 老郭聊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想向大家解释一下投资股票的基础知识 同时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散户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就请订阅 并且点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有新的视频会及时通知大家 我在讲拆分的企业Organom的时候 曾经把另外两家公司Veltris和Tava和Organom相比较 其中就用到了EV除以EBET这个指数 那么实际上所有的华尔街的投行都喜欢用这个指数 而不是用我们所熟悉的PE ratio 那么相信大部分人都熟悉PE ratio 它就是Price to Earning 它是用总共的这个公司的所有的市场价值去除以净收入 而市场价值就是你的股票的价值乘以一种的股票数 那么EV除以EBET里面的EV就是Enterprise Value 就是企业价值 那么这个企业价值跟市场价值有什么区别呢 假设你想买一家企业 你付出了市场价值的价格 也就是说你买了百分之百的股票 你买了这家企业以后呢 理论上这家企业的所有的负债以后也由你来还 那么企业所有的现金呢也是归你的 所以这个企业的总的价值呢 就相当于它的市场价值加上它的负债 然后减去现金 那么这个企业的价值呢 反映了我们去购买一家企业企业的真正的价值 而不是仅仅的股票的市场价值 那么这个ebit是指一家公司在付出利息税 还有一些折旧以前的收入 它的算法是用金收入把利息和税和公司的折旧反加回去 那这个ebit和我们以前讲过的自由流动现金有点相似 也就是这个收入呢 里边不包含利息的部分呢 这个利息呢 是公司借贷所产生的利息 那这个收入也不包含税 因为各个国家或者各个地区的税收不一样 跟一个公司的盈利无关 那这里边也不包含一些公司的折旧 因为各个公司折旧方法不同 所以这个ebit就直接反映了公司运行赚钱的能力 剔除了这些额外因素 那从我介绍的大家就可以看到 如果用eV去除以ebit这个指数来判断公司呢 首先它不受公司资产配置的影响 所以它不论这个公司是用自己的钱 还是用借来的钱都不会对这个指数产生影响 那另外它也不受税收的影响 我刚才说过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税收不一样 但这个不同的税收并不影响公司的赚钱能力 另外也不受固定资产折旧的影响 但是因为第三条这个指数不受固定资产折旧的影响呢 所以这个指数不是太适用一些有大量固定资产的公司 因为这类的公司每过一段时间都会用大量的钱来购买固定资产 所以用这个指数来分析这类企业呢 会使这类企业看起来很便宜 但是其实是一种假象 好了 聊郭聊投资就聊到这里 老郭聊投资主要是想向大家解释一下投资股票的基础知识 如果大家喜欢就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